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大气凤带来了350 G500还有最顶级的G63 正好昨天我们到达临时之后就试驾了大气车型 然后可以给大家讲一下G350 G500还有G63他们的一些感觉和区别 因为我之前在浙江的赛道里试驾过G63 然后在越野城地试驾过G350车型 G500车型这一次也体验了 然后其实从整体的感觉上来说的话 比如说像我后面的这一台 可以看到前面的中网是这种灯条式的银色的中网 这种车型的话就是G35 当然它的大灯也跟高配车型不一样 还有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它的车轮的轮轮会显得更低调 而且侧面是没有V8的那个标识的 我可以再往后后面的这一台黑色的 这台中网跟G35一样 然后不过呢它后边这里有侧面有V8 这一台的话是G500的车型 当然G500也是搭载V8的发动机 是从整个感觉上来说的话 这一台车型也足够的有力足够的强悍 它如果说你要去一眼分出它跟G63的区别的话 那就是G63的排气在车门的侧面 而G500在后面是隐藏式的台阶 当然还有G63它采用的是MG的那种 MG专属的轮轮 而G500的轮轮会稍微的低调一些 好 这边 银色的这一台 MG G63 整个中网是产用的这种MG直户式的中网 MG的轮轮 所以这一台车型 很多地方都有不一样 G500的车型其实在试驾的过程中 它的供应力非常非常的强悍 但是它跟G63整个感觉不一样 G63的感觉是 排气一直会有那种 整整整的呼噜噜噜噜噜的声音 然后在你加油的时候 它的排气声浪的确实会显得强悍得多 而且在灌脑的时候 它都有烹火的排气的声音 会轰噜噜噜的放炮 所以G63整个感觉会比G500的话 会更幸运 但是这两台车 其实从实用性上来讲的话 我说个人觉得G500 还会更实用 它的轮胎更适合于去走一些非不中的道路 然后动力放在城市 或者放在野外也完全够用 所以呢 我觉得G500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固实的选择 G350的话 200系可能就稍微 动力其实完成足够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 说彼此也好吧 或者说其他的也好吧 大庆毕竟是MTV8 我们才是真谛